近日恐怖片《招魂3》发布终极预告 该片由指导过哭泣女人的诅咒的迈克尔查韦斯丹的导演 温子仁参与编剧和制片 影片讲述了11岁男孩大卫被灵胁附体 经常看见怪兽恶魔坐在他喜欢的摇椅上 而他身上更出现离奇伤痕 受到不少惊吓且束手无伺的家人 起来灵异侦探沃伦夫妇介入调查 他们发现大卫被43只恶魔缠身 乖巧他也因此变得行为异常 会将野兽般在地上爬行虎言乱语 甚至背诵他没有读过的圣经和施乐园章节 沃伦夫妇自安排神父为大卫驱魔 可惜未见起色 而更诡异的事情还接踵而来 大卫姐姐的未婚夫亚恩也开始行为异常 数月后亚恩更迟到刺死了房东 华伦夫妇认为亚恩行凶时是被恶灵附身 原来大卫进行驱魔时亚恩也在现场 故事取材自1981年全美文明的一起杀人案 阿恩下安约翰逊杀死房东后 声称自己是被邪灵附体才会行凶 这是美国历史上首个被告 以鬼上身做抗辩理由的案例 因此称作恶魔谋杀案